释迦牟尼佛开悟 一身教育 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 佛弟子 要记住释迦牟尼佛一种了不起的行法 那就是 佛们永远不跟别人作对 对练 他把这个摆在戒律里面 第二条 第一条是无骨 一定要认清楚 这个肉身不是骨 你才能入门 你看小陈 出国徐托幻 徐托幻是破了 五种见火 五种见火 头一个 就圣洁 他明白了 神不是我 神是什么 神是我所 像衣服 衣服不是我 是我所有的 身体不是我 是我所 我 不 大臣就要讲的好 我不生不灭了 我就是真心了 我就是法界 啊 这个身怎么生活呢 啊 真认识清楚了 你就不会 为了这个身去造业了 啊 但是他寿命到了之后 还是要堕落啊 还是要搞轮回啊 不究竟啊 啊 所以真搞清楚了 对天 不留念 不想我 啊 我们才会有真正的成就 啊 天只比人好一点 实在讲 好不了多少 啊 不要常常羡慕天 啊 要羡慕基罗世纪 这是无比殊胜壮严 啊 啊 一切大臣经 一切诸佛如来 一切法身菩萨 所说一切尖教 都出不了这部经 啊 这部经是大臣佛法的总纲领 啊 分量不多 包罗 圆满 都包罗在这里头 啊 这一经通 当然 一切经就通了 啊 这些年来 我们不断的提倡啊 现在认识这部经的人 多了 啊 以前没人知道啊 啊 啊 好死 啊 有三府 啊 由小臣的提升到小臣 三规 五戒 沙米列 啊 啊 一直到 啊 小臣 出家 在家界 都包含在这里面 啊 啊 大臣 最后这一条 啊 这三条 是整个佛法的 根本 啊 啊 修佛人不能不知道 不能不在这上下功夫 啊 啊 人与人相处 啊 我们没有我见 好 啊 啊 你的思维 大公 无私 齐心动念 都是想到 整个人类的幸福 变法界虚空界 一切众生的幸福 啊 就想这个 好啊 心量就大了 啊 我没有了 啊 边界 边界是对立 对立 没有了 为什么 变法界虚空界 跟我 是一体 啊 坦经上所说的 幕后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啊 那个自信 是我的自信 啊 是我们自己自信的 自信是共同的 只有一个自信 像大海水一样 啊 佛经的比喻 把大海比作自信 把水泡 海里就起的水泡 比作过人 啊 水泡无量无边 无量无边 没有离开大海 啊 起泡的时候 好像有自己 那个泡一裂掉了 回归大海 啊 大海才是自己 真正的自己 啊 水泡是零食 是自己所变的 错认了 啊 那叫妄想 这个比喻的好 我们能体会到 会有一个概念呢 啊 啊 那么剑渠剑 剑渠剑渠剑 这两个豁起来 中国人讲的沉剑 某人沉剑很深 啊 他认为他是最正确的 啊 不容易跟人在一起 沉剑太深 不能碎云 啊 这个是错误的 真心里头没有沉剑 啊 真心没有神剑 没有沉剑 没有边界 就没有队列 啊 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 去练呢 啊 练到至少要像海鲜老火山那样 什么都好 没有一样不好 老火山眼睛当中 天下都是好人 毁谤他的好人 侮辱他的好人 陷害他的好人 没有一样不好 啊 没有感觉到我很委屈 啊 对于这个世界一切法里头 没有怨恨 没有怀疑 不生烦恼 啊 老火山一生没有跟人哄过脸 没有说哪一天看到他发过脾气 没有 你见到他的时候 都是火焰月神 啊 很快乐 这个要学 真的要学 啊 你的法缘才好啊 人缘好啊 每个人都愿意跟你往来 啊 到底谁占了便宜啊 自己啊 啊 神经里面 神经里面 不算贪念 逆境里头 没有成会 真意修行了 修是修真 行是行为 行为错误了 把它修整过来 标准 标准就是这里 阿 阿 你 佛 佛 阿 你 佛 互 好